嗨,你好,我是超级爷爷SuperG 上次我做了一个影片 标题叫做 住在台湾小确幸前五名 影片中我介绍五个 在台湾每天生活当中感到的小确幸 我做完影片 忽然觉得 有小确幸 那么应该也有 小确困 什么叫做小确困呢 刚好小确幸的相反 每天的生活当中感到小小的困扰 不用抱怨也不用生气 这么小小的困扰 大家应该有吧 小确幸的话发现之后心情很开心 那么小确困呢 应该是尴尬 还是苦笑 不要想太多 我专门找住在台湾 才会感到的小确困 台湾朋友也许没有想到 原来那种事情会感到困扰 这样的新发现 很有意思哦 那么今天有很多小确困当中 我特别选这个 称呼 名字の呼び方 最近在台北 如果想去餐厅吃饭 特别是口碑不做的人气店 一定先预约定位才行 周末的晚餐时段更是这样 万计定位的话 只能在夜色中大街小巷里 一圈又一圈 无止境的穿梭 所以我现在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一定先打电话预约 接电话的服务生总会问一句 请问您贵姓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 木下 对 我姓木下 那么对方认住了两秒钟 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带着不确定的口纹说 是 吓声声吗 不是 我姓木下 对方好像不太能明白 嗯 没关系 于是完成预约 果不其然 到了当天 前往餐厅用餐 我成而下先生 为什么下先生 还有发生过别的情形 在医院等领取挂号时候 柜台人员喊着 林朱音先生 林朱音先生在不在 这里 现在我马上回答 可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形 我以为是在喊别人 直到发现柜台人员喊了几次 都没有人回应 才开始怀疑 那位没有人认领的林中医 会不会是我 可能是填表的时候 把木下两个字 写得太靠近了 如果只写 也可能被误会是姓李 我自己认为稍微仔细一点 就可看出 木下和林李 还是有差别 不至于混淆的地步 只是对方从未料到 有病人是姓木下的吧 他可能看到我的名字时 心里想 这是什么姓啊 没关系 跟餐厅的服务生一样 他可能想没关系 林就好了 然后喊 林朱英先生 应该是这样吧 有时候我姓夏 又有时候姓林 也有姓李 随便呢 名字被误叫 在台湾有类似经验的日本人 应该不只是我 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名字的后面 加注日本人 三个字 请问您贵姓 我姓木下 日本人 马上听见 话筒那端的服务生 回答一声 哦 我知道了 OK 这样完全没有疑问 可是回过头来看 非得在自己的名字后面 刻意加注日本人 说起来也真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还要加日本人 我的名字又不是木下日本人 而且天天这么做 好麻烦 我曾经想过 取一个中国名字 不思维艺劳有艺的好方法 这样一来对方不会喊错 所以来到台湾几年之后 我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说到取中文名字 有读过我的小说 记忆中的影子的人 马上想到 是不是林茂淳 谢谢 不是 可是不是 其实那个林茂淳是虚拟的 给自己取中文名字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 怎么说呢 三天两头得向别人解释 为什么我取中文名字 有没有特别的含义或由来 比起先前使用日本名字 用中文名字 反而给自己找了更大的麻烦 所以最后就放弃不用了 也曾经考虑过 取一个英文名字 台湾有许多公司 同时间互相叫英文名字 是很普通的事情 更何况我是外国人 有英文名字 应该不奇怪吧 但和用中文名字一样 用英文名字也不见得 能省掉无谓的麻烦 这是要向日本人说明 为什么我用英文名字 以日本人的观念 东方人取英文名字 是件非常怪异的事 叫Richard or James 一定是西方人 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当中 虽然不是零 但几乎没有听过用英文名字的 直到现在 在台湾生活超过30年 我还是用木下 每当被问到 请问您贵姓 我都尽可能将速度放慢 发音清楚的回答 我姓木下 有一次打电话到餐厅定位 请问您贵姓 我姓木下 尽量一个字一个字的 讲清楚 听见对方 豁然开然的声音 好的 我认为木下先生 是父姓对吧 亚裔的人 反倒幻成是我 但不知怎么的 我完全同意他的见解 十分有道理 我想在你旁边的日本人也 说不定感到跟我一样的小缺困 我有听过姓高桥的朋友 他每次被叫做高先生 那么姓石田的人 被叫做石先生 姓江本的人 被叫做江先生 那一定的 搞不好比我更麻烦 怎么称呼 因为日本人的姓用汉字 在台湾反而有一点麻烦 但麻烦也没有那么麻烦 为难也没有那么为难 这个程度 应该是小缺困吧 虽然小小 但是确实有的困扰 我想在台湾的日本人 生活当中的小缺困 应该不少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中之一 以后我想到了 再告诉大家 敬请期待 好 那么今天的超级夜 也是Predgy 到此就结束了 下次还有机会 继续聊聊吧 拜拜